新聞大白話年度破關解任務 任務一 訂閱新聞大白話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任務二 小額月費加入新聞大白話的會員 用行動支持優質節目 讓我們一起監督政府 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們來上來看一下這個林秉書 因為現在大家就在講說 他到底有何方神聖 有這麼神通廣大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子 假扮非常多重的角色 難道民進黨都是像他這樣子的人 到處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然後民進黨你過去以來 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你也不宜有他 反正你們就是這樣子做事情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他現在這個迷之身分 一方面是這個李勘 他講說我曾經有被他聯絡過 他還說他是這個國安局的人 我們先來聽一下 他說他方國安會的一位委員當幕僚 那是之後跟我講的 他跟我說他做投資的 他也跟我講過那個買股票的事情 其實坦白講 這一個禮拜爆出來的一些人 是他都跟我講過 對 所以他才秀出來 他們當時就拿到林秉書 這樣的一張名片 他還告訴他說 我可以交代國安人士來查 甚至你看還差一點要相信 所以代表說他不論對誰 甚至我還有一個聯友 也說他認識這個林秉書 他對每一個人 會有他每一個人 不同的表達方式 他就是這樣子在簽關係 用人脈來煉金 所以你看到另一方面 在這個荊州刊也有一位 他這一個是 前立委辦公室的助理 他對荊州刊說 林秉書他會在飯局上 老師吹噓自己跟國安局很熟 會以為林秉書是特務敵 但私下詢問這個情治系統 才說查無此人 而且他還接手插手過 好幾家公司的經營權之爭 他某個上櫃的公司 爆發經營權的管理之爭的時候 當時公關公司就透過林秉書 仲介網軍 靠著操作輿論 把對方打得暈頭轉向 然後他也還削一筆 還有在總統府的身分 這一個是陽明哥貼出來的 他是說他有這個冒用 這個總統府的身分 然後去買畫作 這樣子一個總統府的身分 難道被冒用的時候 大家都不宜有他嗎 就像是戴尾山 他有秀出這個留言 就是跟他的LINE的對話 他當時是講說 我現在直屬主席和秘書長 負責操盤2020 所以我會邀請黨 就是會請黨部那邊跟你聯絡 然後要安排你來拍攝一段影片 過一陣子在一起面見秘書長 所以他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那為什麼戴尾山也沒有起疑心 照理說如果他有所疑慮的話 打個電話不是問一下就知道嗎 因為我們看到過去的一些案例 你說像是這一個是2010年左右 閃亮三姐妹 他們當時就是有遇到一個賈國安 賈國安還被判了七個月 還有最近的一個新聞 有男子假冒總統特助 以及黨部主委 闖了兩個商工所 所以馬上就被警方給抓了起來 所以如果你要假冒國安人員 或是假冒總統府的人 難道你綠營的人 都不能夠問一下嗎 你們自己政治圈的人 問這個訊息很難嗎 曉欣 那個總統府 他是在很早的時候 他就為了要幫他媽媽 去在台中的某一個醫院 申請照服員的資格 所以他就打電話跟人家說 我是總統府的林秉書 因為這個要求很特殊 所以當時申請 幫他申請這案件的人 就記在他的筆記本上面 然後林秉書的事情爆發之後 他才跟別人講說 真的 我認識這個林秉書 但主要是說 你看他現在已經冒用了 總統府 國安局跟國安會 三種身分了 可是有任何政府機關 要對他提告嗎 沒有 只有我 羅志祥 郵書 我們五個去告發 去說你怎麼可以偽造 公務人員的身分 他們說早就掌握 但是卻視若無睹這樣 是 所以你們怎麼會 就是說國安系統 民進黨告訴我們他要幹嘛 抗中保台 你們連一個在台灣 你們所說的一個詐騙犯 你們都掌握不住了 利用你們名號 在外面招搖撞騙 你們都可以不跟他追究了 那你憑什麼告訴我 你要撞抗中保台 還有你們就是雙重標準 在袒護你自己人 林秉書是綠的 他公投可能要跟你們一樣 投四個不同意 你就袒護他 為什麼我這樣講 因為很多民眾 在網路上面的發言 你設違法就把他送辦了 電信警察一下就把人家找到了 那為什麼這個林秉書 他可以一直這樣子 然後還冒用你的身分 你到現在只說 不 他不是我們的人 任何的法律追訴在哪裡 你們根本就還在維護這個惡魔 那怎麼會這樣子呢 傷害了你們自己黨的國會議員 然後在外面招搖撞騙 結果政府想的事情說 不要提不要提 放在旁邊 所以我常在講 有這個很關心公投 這個林秉書 他公投一定會投什麼 他一定會投四個不同意 你看他臉書上 他挺林靜儀 他特別發了一篇說 林靜儀等於林莫娘 那個被我們笑了老半天的東西 他在他的車椅臉書上 幫人家宣傳 所以他是林靜儀的好朋友 他是民進黨的好朋友 他現在還在關注補選跟公投 會不會照著民進黨的義過關 這樣子的一個惡魔 所以我們當然會懷疑說 是不是就是因為林秉書 是你們民進黨自己人 所以你不敢用更嚴格的 法律標準去告他 你只敢說 家暴的事情歸家暴 其他金流呢 人呢 然後這個冒用身分呢 全部裝作不在乎 不重要 所以民進黨的這種道德觀 我覺得跟社會大眾已經差到 非常非常多 所以你看 閃亮三姐妹有人被詐騙 有一個這個賈國安被判七個月 那請問這個人 林秉書是不是更加的惡行惡狀 那你們對他做了什麼 沒有 所以我合理的認為說 你這根本就是在幫他遮掩 幫他保護 所以其實我們見為之助 看到這個林秉書這狀況 很多人講說就是反映出 民進黨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德性 林秉書會這樣子的作為 其實就像不是一個小蟑螂而已 就代表說後頭是一大個蟑螂窩 民進黨的這個對於他的憤怒 很多人為什麼現在要討論林秉書 就是因為對於民進黨的憤怒 從這邊開始引爆出來 我們來問一下有志哥 林秉書那一段說什麼 他又做什麼公關公司前課那一段 這種在市場上至少230萬人 林秉書這種人在市場上 230幾萬人以上都在幹這種事 前課這麼多 為什麼林秉書今天被大家討論成這樣 只是因為他打了高家瑜 這230萬人在社會上這種 在外面隨便吃飯隨便遇 你只好在外面做生意 林秉書這種說 我可以幫你介紹網軍公司 那一段在哪裡 可以幫你仲介網軍 在社會上至少可以找500萬人 然後知情人士說 您插手過幾家公司經營權之爭 這在市場上 這可以找到10萬人以上 為什麼林秉書 為什麼要被人家這樣大書特書 因為他根本就不是什麼東西 林秉書根本什麼咖都不是 我才因為他什麼咖都不是 卻可以驚動新潮流 政國會總統府 大家不覺得這很怪嗎 還是他跟他們關係 全台灣200多萬這種林秉書 為什麼他 為什麼其他人不能驚動 這些八部二會呢 就是因為林秉書 後面的這些東西才好玩 到底那個帳戶裡面 存在了什麼樣的秘密 為什麼一個這種爛咖 什麼都不是的咖 卻可以被新潮流徵之眾之 可以在新潮流裡面叫來叫去 更可怕的 我覺得奇怪的是 可以在母桑告別事上面 當著大家的面 對高家瑜上下起手 可以用吼用叫的 他到底旁邊是什麼人 讓他這麼囂張 我的意思是 這個要對比 林秉書這麼一個爛咖 全台灣兩三百萬這種爛咖 為什麼他可以幫國安局 然後去叫說我就是國安局的人 大家都認為他只是在 自吹自雷而已嗎 這麼簡單 新潮流到底 你跟他的關係是如何 對 為什麼他有那個帳戶 然後你卻要粉絲太平 三百多萬是P圖 整個金流 那個金流不查 今天我們在這邊只是狗廢火車 那個金流不查出來 我不逼現在的檢調 不要被檢調牽著鼻子走 這一群現在的檢調 根本沒有在辦案了 是... 你跟著民進黨 然後配合網軍 再發布現在的這些風向 整個檢調你們在幹什麼 有知哥 我好奇問 你跑那麼久的社會新聞 以前的檢調跟現在的檢調 你覺得現在的檢調跟以前 真的差很多嗎 還是差在哪裡 現在的檢調有在辦案嗎 有 我跟你講裡面有非常多 還是我很好的朋友 很多的檢察官多憂心 有多少的檢察官跟法官 現在已經是被上面拎著頭髮 掐著脖子做事情 真的這樣 他沒有跟你聊過 請問你們這些現在的 這些檢察官 在針對這次高嘉瑜案的時候 我想請問一件事 為什麼你只辦家暴案 這案子本身的性質 如果他不是家暴呢 或者是誰做議題設定 故意讓他困在 我用困在兩個字 家暴案裡面 因為家暴 所以你不會再延伸查洗錢了 是 但是如果今天是以傷害罪 做犯罪主體 傷害罪就要找原因跟對象 五個WH至少有三個要做 當五個WH有三個要做的時候 你就不能避掉傷害罪 因而起的罪由 叫做包括洗錢 整個才能往下查 我想請問檢調 你們為什麼把案子困在家暴 而我們這些媒體人 這十天來也是困在家暴 重點不再家暴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家暴 也許真的是家暴 那為什麼只有家暴 這案子有沒有可能是 真的本身就是傷害罪 而這傷害罪的原因是什麼 打高嘉瑜 如果他不是男女朋友 你會怎麼辦 我想請問檢察官 你是因為男女朋友用家暴 然後後續的用傷害 其他東西本型再去加它上面 但是你犯罪的原由主體 叫做家暴案 不對 這根本就是重傷害 我為什麼不能用重傷害來辦 然後再去做後面整個所有開展 然後去調洗錢 我們應該這樣逼檢察官 那個帳戶先來放在那邊 請問地檢署你們有在辦這個帳戶嗎 你們有沒有在查這個金流 為什麼不查 告訴我 因為這是家暴案 就像我 你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打完之後 檢察官會去查你的華南銀行帳戶嗎 不會 對 可是今天如果我跟翟璇 兩個打起來是因為 我看你不爽 檢察官就會問 你為什麼不爽 因為賺的比我多 賺什麼 這個帳戶 裡面錢這麼多 檢察官就要針對這個原因 去查裡面為什麼流來流去 而這會不會真正的 才是他打高嘉瑜的原因 是不是高嘉瑜你發現了什麼 你發現了什麼 包括男女感情糾葛在一起 你今天才會被打 而我們今天除了幫高嘉瑜 升冤之外 要另外再做的是把從這個帳戶 掀開來民進黨裡面 到底在烏煙瘴氣什麼東西 我只想問真的是家暴案而已嗎 後面這麼多的狗屁刀招 我們只困在其中一個 然後被這些風向帶著走 我們要不要走下去 我們要不要用家暴案 把民進黨摧毀 公投進而勝利 還是我們只是一直覺得 林秉書好厲害 不是 後面更臭不可聞的 我現在只要問檢察官 你為什麼不辦 大家都知道該辦的 你為什麼不辦 對 因為你困在家暴案 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有這個 點出一大重點 其實陸陸續續 從上週開始 就有一些這種陰謀論 或者是這種相關的揣測 就在講說高家瑜 會不會是知道了些什麼 所以才造成了這一次的傷害 我覺得剛剛有這哥 講得滿好的 不要把它當成家暴案來處理 會不會是高家瑜 知道了太多他的底 或者是太多民進黨的底 拿到了這一個東西 他擔心會反過來 被高家瑜威脅 所以才出手 變成了這一次的事件 但是現在有意 有人要刻意把它導向說 這家暴案趕快了結了 小溪 剛剛有這個講得很對 就是說檢調到底在幹嘛 這其實背後更大的 因為高家瑜他自己 家暴的事情 由他自己去處理 他已經請律師了 我們都保護當事 我們都不談他 但問題是說 他背後扯出來的是金流 是說他背後有沒有更大咖 然後他們都在搞些什麼事情 那檢調為什麼不辦 就以我們新聞大白話節目 來說好了 從11月10號發生有三則斗內來恐嚇 對 這是很明顯的事實吧 你看 周玉寇在自己的節目上 沒有任何證據去指控嚴家說 會威脅他的人身安全 隔天警政署馬上發布新聞稿說 會主動介入調查 不會讓人家威脅到他的人身安全 可是11月10號的那三則斗內 在我們新聞大白話節目 到目前 其實我昨天 前天吧 我看到幾號去的 12月7號下午3點20分 你看這是我 虛俏欣 我已經跟信義分局派出所去檢舉 就是說我們在新聞大白話節目上面 有斗內恐嚇的這個問題 然後這是這個報案的單子 證明單 我要告訴大家是說 在這之前 12月7號之前 沒有任何人來問我們的節目單位 沒有啊 所以就是說節目單位也想要知道說 斗內的人到底是誰 他到底在幹嘛 為什麼要這樣子來弄我們節目 問YouTube YouTube也不會告訴你的他經流來源 因為他根本不是一件案子 所以為什麼 檢調對於周遇寇 可以這樣子 他沒有任何證據 你們就全力的去幫忙 可是我們的國會議員 在公開的頻道上面受到恐嚇 具體的事實報了好多天了 我們也都一直講說檢調要查 沒有任何的動靜 過了一整個禮拜 要我去跟他們去做報案 這也太被動了 那是非告訴乃論 檢到你是你可以直接啟動調查的 是 那為什麼要等到這樣子呢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你檢掉你現在的司法 到底還有沒有公信力 你現在所謂 蔡英文一直講的司法改革 到底改成什麼樣子了 改成然後我們的社會安全網 除了高嘉瑜的家暴之外 最近一大堆家暴的 浮屍的 然後家裡打人的 一大堆類似這樣的事情 在我們的社會發生 你的社會安全網 蔡英文你補到哪裡去了 所以一個林秉書 後面還有萬萬個林秉書 這就是民進黨統治我們國家的方式 甚至在這次的四大公投案裡面 他們所有的操作 哪一個不是跟林秉書一樣 我們看到他有一個側翼專業 兩萬人不多 可是你知道嗎 還有五萬的 還有十萬的 還有二十萬的 他們都是像林秉書這樣子 在操作四大公投案 所以其實大家憤怒的點在於說 這如果說他假冒總統府 總統府為什麼不震怒 如果假冒國安單位 國安單位為什麼不查 如果現在是檢調 要這麼樣被動的 這樣子辦案的話 那我們到底還能夠相信誰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就馬上回來